街道上除了施工的起楼外 其余两旁的商店商场铁门绳锁 这本来是香港的购物闹区之一 尖沙嘴不过如今的街景繁荣景象已不在 9月26号香港宣布入境管制 从3加4放宽到0加3做三天健康监测 引起最新海外和台湾人进香港的防疫措施 核酸检测次数由4次减少到2次 不过仍然未激起香港的旅游观光人潮 整体去到现在的中处 比如说晚上八九点去到中环 其实已经是人烟稀少了 即是已经条街很少人 你去到尖沙嘴这些一贯的游客旺区 其实你是觉得一点都不像是一个游客的地区 因为这条街是没有了 那变成这些店铺就会早点山门 那餐厅早点落场 就山门 那整个气氛整个地区 那就会变成差了很多 我不再觉得香港是不宜天 不用再隔离 但是出入场所也有所限制 包含主题公园餐厅都不能去 要如何判别 就得靠安心出行 一入境就要下载使用作为通行凭证 有很多不同的情况 有一些是入到有些入不到 那究竟是怎样 有些什么入到有些入不到呢 是令到很多香港市民都是无所适从的 是不知道情况是怎么样 是很复杂 没用的政府自己本身都说是没用的 他纯粹是看一个数字的 其实都追踪不了的 还有都是有些法律的漏洞在 实际的作用就不太大 那一般市民怎么看你这个安心出行 大家都是觉得没用的 这个真心的 依旧强制戴口罩 不过已经慢慢恢复在餐厅用餐 但对安心雏行扫码 不止在地人觉得麻烦 所入境香港民众都得受规范 而移民来台定居的case 因为限制太多而难以回向探亲 就是我们现在回去香港的话 还是要一定他们会安排 就是你一定要安装这个apps 很好再看回去那个刚刚那个位置 按下快门引导模特换pose 架势十足 2019年来到台湾创业夫妻 开启移民台湾的生活 不过没过多久就遇上席卷全球的新冠病毒 不过相比香港 在台湾的防疫生活相对简单很多 我听到我一些朋友就是比较觉得回去以后 就是台湾回去香港以后 就会觉得很不方便 然后还是觉得 基本上因为香港人家里比较小 那你想约朋友去去吃饭的话 你就头几天肯定是不行的 因为你那时候他 你还没有通过他那个健康吧 我希望真的是没有那些什么安心出行那些之后 才回去不会那么麻烦 从疫情爆发以来 累计到十一月底 已经有超过两百万人确诊 死亡人数超过一万人 随着疫苗接种率提高 其中完成两剂接种比例已经达到百分之九十二 第三剂也超过百分之八十 疫情渐渐受到控制 中国大陆要采取这么严格的清零政策的原因 因为中国大陆跟香港在过去早期 他也都是施打科兴疫苗计多 香港在这个疫苗施打政策的这个 种类改变之下 然后预防的中重症死亡之后 年轻人大部分都是无症状轻症 然后再加上今天他们的追加剂施打得好 所以他们也开始对于隔离 慢慢从这个核酸检测 做核酸检测来期待隔离 所以香港其实是在 跟着全世界的步伐来讲是蛮一次的 在中国大陆严格封控 动态清零的步调中 香港成为最开放的地区 但过去一年 这个被誉为亚洲世界城市的金融中心 已经有超过十一万三千名居民离开 包括外籍人士和其他非永久居民 严重冲击到产业附属脚步 过去两三年因为反送中 然后因为港服的措施 再让香港政府跟中国内地政府 那个连接性越来越高 我自国际企业跟外籍人才 流失掉的一个重要的注意 那甚至有很多香港的专业人士 也因为这件事情 开始思考说 我往其他地方去移动 那疫情的因素让封城 让管制这个行为更突然 就说人不能自由的流动 可是现在解封之后 它还是要面临到 原来的那个问题 其实没有解 不止疫情还有国安法 导致人才流失外资出走 让金融市场持续探底 根据香港金融管理局数据 外汇存底已经减少6250亿港币 大约台币2.5兆跌幅高达16% 人口外移缺口呈当前棘手问题 香港政府寄出中国大陆 和澳门港人回港溢 以及来港溢计划 而未在香港深圳的交界处羅湖 也积极向香港人才招手 意味着有望成为下一个开放区吗 这个可能还要后面来观察 因为像最近广东的疫情 其实也逐渐升稳重 那羅湖虽然是一个口岸的城市 它基本上就链接了香港 跟中国大陆内地往来的 一个重要的地方 那你说香港的经验 会不会让羅湖 甚至比较靠近香港这个区块的地区 开始做一些比较有弹性的设计 这个其实要看 这个经验到底是不是能够应用 目前的这个清零政策下面 给了地方政府一些 比较有弹性的方式 去处理他们自己所面对的这个问题 每个地方它所设计出来 包含要怎么样去管制 包含怎么样维持最低条件的身材 甚至商业的运动 他们其实每一个做法上 都有一些不一样 所以香港可能是一个 他们自己在发展跟探索的一个方式 专家分析中国大陆地广 人口多 与香港防疫经验大不相同 只能因地质疑 而在封控制度外的香港 权衡防疫与经济要创造疫后新局 也背负重大考验 TVBS新闻的网民留意军台北才懂不懂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